中秋节的传说 和故事你了解多少 本期主题 说说中秋哪些事 摇一摇就能永不断电 面对这样的充电宝 你会摇摆吗 让那些激透族 有机会可以动起来 一起摇摆 坚持为老兵义务修脚 为天使般的姑娘点赞 希望社会上 有更多的爱心人士 能够加入到 小毛的队伍当中 菜单写在地面上防滑 进这家餐馆点餐 也需要魔鬼的步伐 好的 一份辣椒炒肉 南北买菜大不同 南方买一顿 北方买一顿 你这个白菜给我来办好吧 我要五十斤 五十斤 物理学教授也是摇滚歌手 很好奇他上课是什么感觉 这个世界到底是确定的 不确定的问题 需要在黑板上 天方宴谈出口不凡 更多精彩内容 马上威威到来 嘿朋友 国庆过的是否还舒服 有没有给自己 好好放个假 选择出去旅行 还是在家陪陪爸爸妈妈 和家人朋友们 好好说说话 在勤劳的工作后 你我放下一身疲惫 让自己放松 才能够更好的去面对 更有挑战的工作 又是新的突破 别失落 马上就是中秋 高速公路免费通行 带着家人去旅行 看着祖国美丽大好山河 保持感恩的心 记住有些人在为我们付出 他却没有发出声音 我们离不开他 别忘了那些声音 普天同庆迎国庆 牵手团圆渡冲秋 但努力过后 我们赢来丰收 好 谢谢天方言谈 听口不凡 欢迎收看新闻 脱下节目 天方言谈 我是燕伟 在山东奇源县 有个名叫毛永芳的姑娘 她从事修脚行业 因为从小跟这个 参加过战争的爷爷 老爷长大 所以她对老兵啊 有一种特殊情怀 两年来 她走遍当地近40个村 坚持为老兵义务修脚 形成约5000里 两年的时间的相处 29岁的毛永芳 和这些八九十岁的老兵 仿佛成了朋友 也像是最亲近的祖孙 而看到这些 她视作亲人的老兵们 很开心地笑脸的时候 这两年来的坚持 她都觉得非常值得 有的人的美是在脸上 有的人的美是在脚上 我觉得小毛姑娘 就特别的美 她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就是一个最大的善举 那么在被她修脚的 老兵的眼中 我想她更像是 天使一般的美丽 希望社会上 有更多的爱心人士 也能够加入到 小毛的队伍当中 来关爱老兵 关爱最可爱的那群人 在咱们的印象中 八十多岁的老人 那一般已经是 满头银发步履蹒跚的了 可是广西 有一位84岁的史大爷 还在田径场上 见不如飞呢 每天要跑上四五公里 身体练好了 以前身上的老毛病 再也没犯过了 还连续参加了 七年的全国老将 田径锦标赛 蝉联多个项目的冠军 对于像史大爷 这样的心态好的老人来说 年龄不意味着衰老 反而是一种勋章 看看这些 满头白发的老人们 他们都运动开了 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还好意思 宅在家里吗 不过咱们在这里 要提醒一句 老年人参加体育运动 那是值得提倡的 但是也要注意度 注意安全 前讲满报的消息 最近浙江省首流医院的 美女医生复制前活 不过人家火啊 不光是靠颜值 靠的是栩栩如生的手绘解剖图 怎么样 不告诉你 你也想不到这些就是手画出来的吧 很多原本对自己病情不了解的病人 一看这些图 顿时心里就有底了 其实这些图和他的作者 能火 不光是因为画得很逼真 还因为这个里头透露出来的是爱心 真 善 还没 如今出门必备三宝 哪三宝呢 这个手机 耳机 充电宝 尤其在咱们国庆出游的时候 对吧 但是充电宝一旦没电呢 前面二宝 这命运就 所以国外有一个机构 现在提出了一个永不断电充电宝的设计创意 只要用户拿着这款充电宝 不断的摇一摇 就能实现永不断电 目前这项创意正在重丑阶段 好 你能充满了 好 下一位 摇摆 哦 一起摇摆 这个创意非常的好 对不对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摇摆 更加的生动有趣 燕伟哥快摇摆起来 摄像机没电了 还要摇啊 也可以让我们的节目变得更加的生动有创意啊 让那些机头族有机会可以动起来一起摇摆 一切摇摆 一切摇摆 忘记所有烦恼 一切摇摆 好了没有 前段时间 美国宇航局NASA正在物色一名星球保护官 它的职责是 防止地球受到外星微生物的污染 避免外星人的攻击 同时也避免咱们地球上的微生物污染到其他星球 它负责的对象就包括了NASA的宇宙飞船 能够到访的所有的天体 大域不错啊 NASA开出的年薪是12.4万美元到18.7万美元 唯一不太方便的就是 经常要跑到别的星球出去 小波 叶伟哥叶伟哥 喂 亲爱的 我在工作呢 我刚才在郊区采访啊 这里没信号 所以没接到你电话 夏小波 看来小波确实不太适合这个职业啊 不过现在有一个美国的九岁小男孩 他对这份工作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而且他立刻给这个NASA投了一封这个应聘信 这个信上说 我不仅看过神盾局特工 还看过电影黑衣人 而且我超级擅长打电子游戏 别看我只有四年级 我认为我很适合这份工作 小波小波 看见没有 你得跟人家小孩子学学 你看他写的这个应聘信 简单几句话 他就讲清楚了业界从业经验 特长介绍和自我评估 比你的那封大学毕业简历写的好多了 国外的外星球之旅 或许离我们还太遥远啊 但是咱们国家的火星体验就在眼前了 最近中国科学报报道 在青海省德令哈市召开的中国火星村方案会 确定了以荒漠旅游观光加外星生活体验 为发展目标的火星村的总体方案 这个火星村呢 分成火星社区和火星基地 两个功能区 让咱们的游客能够一战式体验到外星球的生活 目前这是我国唯一建在野外荒漠区的 类火星地貌的创意休闲基地 这个预估投资超四亿元 我觉得这个对小波又是个好消息了 刚才讲了 他一直想找一个可以到外面出差的工作 先去这个火星模拟基地试一试吧 如何将琐碎的生活活成唯美的影视剧 将频繁的日子过成惊险的好莱坞大片呢 你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剪辑师 对于自带酷炫效果的剪辑手来说 独手抓汽车 大便活人 有空取物 等等 没有什么是剪辑软件做不到的 甚至给他们搭一个梯子 他们就能够把太阳给你换下来 独自换太阳 看起来好像在变魔术 但这其实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剪辑师 扎克的最新作品 这位被粉丝们戏称为男巫的剪辑手 非常善于利用借位 以及电脑后期剪辑技术 让观众产生视觉上的误差 造成神剪辑的模式效果 制作短视频的剪辑师有千千万 只有这位扎克将自己剪辑成了广告主角 过硬的技术 可以让你从千篇一律进化到百里挑逸 但是有趣的灵魂和极致的表达 才能让你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 成为那个独一无二 国庆节期间 如果你来重庆北贝一家餐馆吃饭 你在点菜前 你必须先在地上走一圈 原来是这家餐馆的菜单 它都写在地上 老板说了 因为地板湿滑 在地上刻字 不仅可以防滑 还能够宣传菜肴 一举两得 老板 看清楚我的步伐 好的 一份辣椒炒肉 一份精炒丝瓜 一碟浑香豆 两碗米饭下单 不错呀 老板 这么复杂的步伐 你确定看清楚了吗 对不起 客官 我们这只有这几种品种 得了 甭板怎么点 菜好吃就行 每年九月 都是一年一度的迎新季 每到这个时候 新生们总是幻想自己的大学生活 哎呀 会遇到哪些同学呢 又会遇到哪些老师呢 今年中山大学物理学院的新生们 遇到了一位长发飘飘 既会弹琴还会唱歌的 量子物理学的教授 是不是想一想都很酷呢 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是广州某知名摇滚乐队的歌手 注意看中间这位销售的长发歌手 他就是中大的教授何广平 舞台上的他是这样 不过一会儿放下吉他扎起头发 他又是这样了 物理学教授快捷当摇滚歌手 他的学问和他的音乐 同样高深莫测 因此学生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老师 请问琴弦振动 与空气产生高速摩擦 会对量子力学和量子风音问题 产生什么影响吗 这位同学 请你听我唱完这首歌 你就明白了 这个摇滚和科研有关系吗 当然有 一般歌手在舞台上摇摆 那是情绪的带动 这位老师在台上 之所以摇摆晃动 那就是薛定恶的猫 跟哥本哈根全是两种理论在摩擦呀 摩擦摩擦量子力学的摩擦 这个世界到底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 这个问题是要在光阔的黑板上摩擦摩擦 开个玩笑 这个何广平啊 他说科研啊 是他每天要吃点饭 这个音乐呢 是菜 一个理性 一个感性 而是富可或缺 并轨而行 这样他的生活更加的丰富 我们呢也不妨思考一下 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 这个世界的方向是确定的 但是我们的选择 却是不确定的 就好像科研的结果 只有一个真理的方向 对吧 但是音乐却给了我们 对这个真实的世界 不同的解读 道理是一样的 前方音谈出口不凡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 南北方差异 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在口味上 南方人爱吃甜豆花 北方人爱吃咸豆花 生活习惯上 北方人爱喝酒 南方人爱饮茶 因为气候和暖气片 你在南方的艳阳天里头 瑟瑟发抖 我在北方的寒冬夜里头 四季如春 类似的讨论 数不胜数 最近有一张朋友圈截图的内容 更是让人们见识到了 南北差异 一位来自北方的朋友 去逛南方的菜市场 居然被震惊到了 原来买菜还能 只买一根的 你第一次来 我跟你说 我今天给你炖胡萝卜糖 好不好 好好好 这个可以 哎呀 凉拌个西红柿 看看什么好的 来 就拿这个吧 今天晚上再炒个豆芽 哎呀 不要拿这么多 这样老板真的不会发飘吗 这个破像段子式的朋友圈截图在网上引起争议 首先南方的朋友好奇了 在北方买菜买少了老板还会生气吗 北方朋友纷纷表示认同 一个一根一小把 在北方是这样来砸场子的 现实来得太猛烈 不少南方朋友感到震惊 原来自己和北方人的生活方式如此不同 比如拿买白菜来说吧 北方人描述的话风是 你好 你好 这白菜不错啊 我要五十斤 好吧 好 可以 我帮你拿啊 好 谢谢啊 而南方人通常是 这个白菜就好了 你这个白菜给我来一半好吧 起一半 来一半啊 对对对 好 行 谢谢啊 帮你去捡啊 最后有学霸朋友 找到了造成这种差异 最可能的原因 就是南北气候差异 因为北方寒冷干燥 才不容易坏 加上有地窖这种天然保鲜箱 所以买多了 就算吃不完也可以囤着 而南方天气湿热 食物容易坏 就算有冰箱 也总感觉放到第二天就不新鲜了 所以更习惯于只买一顿的菜 除了买菜 尤其是在吃方面 南北是大不同啊 吃主食 南方人会说 吃饭或者吃面条 北方人说什么 吃米 吃面 你跟这个小波一起点菜 马上就能知道 他是南方人 为什么 为什么 听他讲话就知道了呀 先生 这点什么 我要来一个鱼香肉丝 还有 同样是一道菜 做法也不一样 我说的还不是味道啊 你看啊 这是北方人吃鸡 再看看南方人吃鸡 一只鸡可以做出三四道菜 鸡杂鸡丁 香菇鸡汤 鸡鞋 鸡鸡腿等等 这都不止三四个了 但是呢 有一点南北方又都是一样的 都是吃货 错 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 那都是绝对的热情好客呀 自然界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现象 比如鸵鸟喜欢把头埋在沙里 有人就说了 这是鸵鸟遇到危险后的做法 这不就是自然界中的掩耳盗铃吗 其实 更科学的说法是什么 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 是为了听到更远处的声音来预知危险 还有一种情况 它是为了消除颈部疲劳 之后呢 又有人发现这个狐猴这种动物 晒太阳的姿势和别的动物不一样 它会张开自己的全身 好像要拥抱太阳一样 网友一看乐了 练功呢这是 看吧 没啥好害羞的 不就是晒太阳吗 哎呀 这比按摩还舒服呢 每天 当太阳升起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呼喉会摊开四肢 让温暖的阳光能撒满全身 用来消除夜晚的寒气 所以呼喉也有一个外号 叫做太阳头败者 我看到这一幕网友笑了 有幸亏呼喉不是住在武汉重庆啊 看看咱们这儿的小动物 都热成啥样了 还是水连动舒服 快热冰了 不行你还能再热一点 我好恨恨的不是冰棒 什么叫拥抱阳光 拥抱生活 呼喉就做到了 它为什么能够做到 因为它们有尾巴 能够保持平衡 不信 你让熊猫上去做一个试试 细营双街 天方艳谈陪你提前过中秋 我希望爸爸妈妈身体都健康了 非常感兴趣 中秋节快乐 我想你了 中秋节的传说和故事 你了解多少 后衣有个徒弟 叫彭蒙的 不像话 逼自己的师母嫦娥交出不随药 当时嫦娥无奈 只好拿出不随药 自己吞了下去 本期主题 说说中秋哪些事 更多精彩内容 马上唯唯到来 哈喽大家好 欢迎进入今天的主题时间 明天就是一年一路的中秋假节 因为在这里也携栏目组的各位同仁 给大家拜个早 送个早祝福 祝大家朝如日月 花容月貌 风情月异 花好月圆 月中折柜 一福月娼 众心拱月 都是月饼 小波你这是有多想吃啊 说到中秋节啊 别光顾着想吃 光想着月饼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中秋的那些事 中秋节啊 又称中秋节 追月节 女儿节或者团圆节 他不但被列入到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还是国家法定节假日 中秋一词呢 最早建于州里 礼记月令上说 中秋之月养衰老 行弥州饮食 意思是每年初季啊 这个地方政府就会调查户口啊 然后登记高龄的老人赐给他们一些州客 原来最早的中秋是人口普查加慈善宴会 中秋节的起源啊 和农业生产有关 秋天我们都说是收获的季节 对吧 农民为了庆祝丰收啊 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 所以中秋节可能是古人秋暴遗传下来的习俗 也有历史学家研究发现 这个中秋节好像是起源于隋末 大夜十三年 这个八月十五号啊 唐军裴记以原乐作为灵感 发明了乐病 把他作为军饷成功的解决 军粮不足的问题 赏乐是中秋的一大风俗 在唐代呢 也诞生了不少的和乐有关的名句 比如一直很忙的李白 就写下过快智人口的敬业丝 对吧 长前明月光 一场霜 一头汪明月 一场四孤下 张九龄呢 则以一首望月怀远而耻民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摇曳 近夕起相思 大家别误会啊 这个情人指的不是爱人 而是多情的诗人自己 因为离别而幽怨 结果呢 一个晚上都在苦苦思念 远方的亲人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吗 现在工作很忙吗 身体好吗 白菜牛蛙月饼 放螺蛳粉 大蒜 老爷妈 辣条 榴莲 看看有没有帅哥 看看有没有掐耳朵吧 如果第一次登上月球的话 一定要定位啊 拍自拍啊 发朋友圈 睡觉吧 进住房子啊 发现把我的家人都接过来 然后一起生活 插上中国的国旗 真的要唱吗 我在遥望 月亮之上 有多少 什么在自由的飞翔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啊 几分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老婆我爱你 希望家里人平平安安 希望父母不要担心 我希望爸爸妈妈身体都健康 我爱你嘛 爸爸妈妈我爱你 非常感兴趣的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战国时期的齐国 吴炎地区有一个丑女 叫钟离春 这位吴炎小姐 非常关心国家大事 面见齐轩王 批批轩王只知道和美女玩游戏 让奸臣为非走道 轩王听了之后 没有生气 非常感动 决定霸女乐 吹蝉语 并且把吴炎收进了宫里 但是吴炎一直不受齐轩王喜爱 直到有一年的中秋节 这个吴炎在宫里头赏月 拜月的时候 非常的郁闷 这时候正巧齐轩王 也在宫里游逛 看到月下的吴炎 突然觉得他非常的美丽 于是把他立为了皇后 中秋拜月 由此而来 我承认都是月亮 弱的火 只怪那月色太美丽 太温柔 人在月亮之下 也会显得特别的漂亮 能想到这月光也有美容作用 能不能够美容我不知道 不过让传统文化 熏陶熏陶 总是好的嘛 不孝 你也该趁着中秋夜 好好地拜拜月亮 说不定 也会有惊喜 主要是让月光 这个洒在自己的身上 美美容 话说远古时候 天上有十个太阳 民不聊生 有一个名叫后裔的英雄 拉开石头 一天 后裔向王母 求得了一包不死药 交给了妻子 长和保管 后裔有个徒弟 叫蓬蒙的不像话 逼自己的师母 嫦娥交出不死药 当时嫦娥无奈 只好拿出不死药 自己吞了下去 断使嫦娥身情如燕 身子飙离了地面 往天上飞去 飞落到月球的表面 就成了仙 后来后裔思念妻子 摆上香案 放上嫦娥平时爱吃的 这个蜜食仙果 摇记在月宫里头的嫦娥 对了 月宫里头还有一个叫 武刚的神仙 因为犯了错 被贬到月宫 砍桂树 砍树没啥 可是这个月桂树 随砍即和 怎么砍都砍不脱 怕了 这个撒完气 这工作还得继续 吃月饼啊 是中秋的一个重头戏啊 话说唐朝 李渊皇帝在位时 一年中秋 在大将军礼敬打败 匈奴的庆功宴上 李渊拿出了 吐蕃商人上贡的 吐蕃圆饼 和月亮比了比说 应将胡饼 腰产杵 就用这个饼啊 祭拜着月亮了 从此呢 中秋祭平里头 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小饼 跟咱们中国有八大菜戏 像类似 月饼呢 也分广市 金市 苏市 潮市 滇市 江河 你喜欢吃月饼吗 应该哥 小时候我妈妈喜欢给我讲 嫦娥的故事 可我心里老想着吃月饼 现在她老让我吃月饼了 可我心里惦记着嫦娥 乖啊 回头明天公司就会发月饼 上面就印着嫦娥了 什么味道的呀 五人的 当然 不管是赏月 还是吃月饼 还是看花灯 还是猜灯迷 这个中秋最重要的部分呢 还是团圆 人生有很多的事与远方 但是一直在路上 不如始终再立体 小饼如角月 终有苏和宜的 这种圆满和甜美 大约就是一个人 一个家庭 一个家族 乃至一个民族 为之奔走的理想成绩 花好月圆 人们渴望团圆幸福美满的生活 也愿意为这样的生活 而努力而奋斗 这是中国民族中 极富民族特色和魅力的地方 在中秋之月的脉搏之下 承载着一个民族 共同的文化记忆 与情感认同 沉淀了中国人对故乡的依恋 对美好的向往 对幸福的追求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么多了 再次预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祝大家朝如日月 花容月貌风情月异 花好月圆 月中折柜 与福月昌 众星苟月 观看节目中 天气更多精彩花絮 请登陆同学视频 爱奇艺优互帮 普通网网络视频 中信网 PPTV 距离小潮 看看云视网 点击观看 手机下载 立志FM 喜马拉雅FM 见精彩内容 抢先听 欢迎订阅